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9月26号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约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以帮助乌军赢得 抵御俄罗斯入侵的战争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白宫 与拜登总统进行了会面 新援助计划中的大部分 约56亿美元来自总统裁军授权 将直接从美军库存中提取武器援助 这个授权将在9月30号 美国财政年度结束时到期 在此之前要完成分配 另外24亿美元是根据 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提供的安全援助 这个倡议不是从库存中直接抽取 而是要向美国公司进行购买 拜登总统在声明中说 这将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 防空无人机系统和空对地弹药 并加强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基础 美国刚刚在25号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75亿美元的 总统裁军授权 这批物资将包括石头巡逻艇 海马斯火箭炮的补充弹药 155毫米和105毫米火炮的弹药 还有第一次提供的联合防区外武器 JESO JESO是一种精确制导滑翔炸弹 最远射程可以达到130公里 它的工作原理与J.D.Arm类似 但是它是专门设计的 具有更强的红外导引头和多种弹头组合 这种武器我会在后面详细的说一说 为了进一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 拜登已经指示国防部向乌克兰提供 额外的爱国者防空设备和爱国者导弹 美国将在明年为乌克兰提供 数百枚额外的爱国者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至于泽连斯基提出的胜利计划 美国国务院表示 已经看到了胜利计划的一部分 并对此表示很感兴趣 不过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报道却说 西方对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表示怀疑 认为这个计划并没有新意 也无法让战争有突破性的进展 说完了对乌克兰的好消息 也要说一些坏消息 就是在乌东顿涅兹克战线 俄军不断取得进展 特别是在胡利达尔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乌军在那里可能将面临着三面被围 胡利达尔陷落应该是在所难免了 夺取胡利达尔应该会增加 俄罗斯夺取战略后军枢纽 波克罗夫斯克的机会 失去胡利达尔将对波克罗夫斯克难以构成威胁 波克罗夫斯克是乌军在俄罗斯持续进攻中 难以守住的另一座城市 根据各方资料 虽然乌军尝试攻入俄国库尔斯克州 进行牵制作战 但俄军在8月仍取得了 堪称是这两年来最快速的进展 其中先前坚守将近三年的小镇 胡利达尔可能将遭到三面包围 外界估计这个小镇即将遭到俄军攻陷 长期陷入困境的胡利达尔 是顿列兹克州东南部乌克兰防御重镇 来自俄罗斯军事部落格的讯息表明 乌克兰军队面临着俄罗斯包围的风险 9月23号在电报平台的消息称 俄罗斯部队已经进入胡利达尔 对这个镇的袭击已经开始 胡利达尔位于波克罗夫斯克以南 约30公里 战前人口约1.4万人 同时城区坐落在周围平原的海拔较高处 因此相对的易守难攻 同时Deep State也表示 面对乌克兰军队的顽强防守 俄罗斯军队采取了焦土策略 正用大炮和滑翔炸弹 将胡利达尔移为平地 正摧毁城区并从侧翼进行包围 路透社认为俄军拥有数量上的优势 相对迅速向西推进 以射击包围多个城镇 并迫使精疲力尽的乌军撤退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在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指出 俄军在胡利达尔与附近两个村庄 共发动了8次进攻 其中4次已经被击退 其余还在激战中 包括亲屋布洛克和专家 普遍对胡利达尔的战况表示悲观 乌克兰总参谋部新闻处前处长 谢列兹尼奥夫上校对媒体说 长期驻守胡利达尔的 兵力不足的第72机械化旅 已经疲惫不堪 再加上那里处于半包围状态 我的预期是 我们将在几天内失守 甚至可能更快 但他强调 撤出部队确保有生力量 比死守阵地更有价值 虽然乌军在胡利达尔多年来 都抵挡住了俄军的进攻 成功履行了防御任务 但失去胡利达尔 还是会打击乌克兰的士气 他的损失可能会威胁到 还没有被俄军占领的 顿涅斯克西南部地区的安全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表示 他的目标是要占领 乌克兰顿涅斯克州全境 而胡利达尔是长期以来 阻碍这一目标的城镇之一 T-0509高速公路 被占领的路段 穿过胡利达尔以南 对于试图向西推进的 俄罗斯军队至关重要 胡利达尔及其周边地区 高度城市化 而且地势较高 使得夺取这个地区成为一种挑战 自从全面入侵开始以来 俄罗斯在进攻那里的过程中 遭受了巨大损失 俄军在2002年底和2023年初 至少两次集中兵力进攻胡利达尔 但这两次行动都遭到了惨重失败 同时使乌克兰军队有能力 进一步加强了那里的防守 2023年1月到3月的时候 俄罗斯第15禁卫海军步兵旅 猛烈进攻胡利达尔 乌克兰军队在那段时间 摧毁了至少130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 乌克兰军方表示 这是迄今为止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坦克战 对俄罗斯来说是一次惨痛的挫折 这个由5000人组成的精锐海军步兵力 几乎全军覆没 所有的士兵要么阵亡 要么受伤或被俘 2024年6月开始 俄罗斯军队再次集中兵力 对胡利达尔发动进攻 不仅使用坦克和步兵战车 还使用了越野车 大概是为了在困难的地形上快速机动 乌克兰的第72机械化旅在这里抵御攻击 声称摧毁了16辆坦克34辆战车 然而到了9月初 俄军在距离胡利达尔不远的地方取得了一些进展 俄军在希尔尼克和乌克兰斯克定居点附近取得进展 从北部避进了库拉霍沃 并成功占领了胡利达尔西南12公里处的普雷奇斯提夫卡村 俄罗斯指挥官似乎从先前直接进攻胡利达尔的失败中 汲取了教训 俄罗斯军队现在不再直接从正面进行激化攻击 而是从侧翼发动攻击 目前俄军距离逐补给道路不到5公里 如果乌军侧翼守不住的话 俄军就可能形成三面的包围圈 乌军为了避免被彻底包围 可能就不得不撤离了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评估认为 俄罗斯在胡利达尔和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进攻行动 是相辅相成的 胡利达尔位于波克罗夫斯克东南方约30公里处 如果俄军不能较快地占领胡利达尔 可能就会受到秋雨的影响 雨季一来 胡利达尔周围的平原地区将陷入泥泞状态 俄军沿着胡利达尔侧翼的机动会非常困难 然而俄罗斯即使取得胡利达尔 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顿涅茨沟州西部的进攻行动进程 胡利达尔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后勤节点 而且俄罗斯军队已经控制了进入胡利达尔的大部分主要道路 因此占领那里 不会立即为俄罗斯军队提供新的道路通道 胡利达尔的战略意义在于这两年 乌军在那里有效地阻止了俄军前进 并造成俄军大量装备和人员损失 俄军的下级攻势 大概就是以攻下胡利达尔作为结尾 因为乌克兰马上就要到雨季了 也许要等待冬季土地冻结之后 双方的激烈攻防才能再次开始 胡利达尔会不会成为俄军冬季攻势的起点 就要看乌军愿不愿在那里投入新的部队了 说完胡利达尔 我们再来说说美国这次军援乌克兰的AGM-154 联合具外精准武器 英文缩写是JESOL AGM-154的原理和J-DAM类似 也属于华翔制导炸弹 不过J-DAM是将普通航空炸弹 加上制导套件改装而来的 属于简易版的华翔制导炸弹 目前俄罗斯大量使用的华翔炸弹 就是这种思路 成本比较低 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而AGM-154是属于专门设计的华翔炸弹 可以说与制造导弹差不多 只不过没有动力系统而已 制导系统更复杂 可以攻击移动目标 命中精度也更高 而且弹头部分可以有多种选择 包括急速弹头 台湾在2017年订购了56枚 AGM-154C型联合居外竞争武器 包括训练弹 零组件 系统更新 相关整合训练等服务 总价值约1亿8500万美元 不过台湾订购的 AGM-154C是新制造的 而援助乌克兰的J-SO 则是从美军库存中直接拨付的 所以乌克兰空军会更早拿到J-SO AGM-154C是美国雷神公司研制的 全长约4米 折叠式弹翼翼翼展2.69米 直径约33厘米 重量约483公斤 两片折叠弹翼装在弹体中段的上方 投放后向外伸展 弹尾另有四片十字形尾翼 外加两片水平小翼 J-SO外型采用了低雷达信号的隐身设计 增加了打击严密防御目标时的突破成功率 弹体采用模块化设计 可以整合新型感测器 弹头和次弹药 俄罗斯也有类似的产品 就是UPAB系列制导炸弹 AGM-154制导部分采用了高度整合的GPS惯性导航系统 末端制导则是长波红外成像导引头 命中精度小于3米 AGM-154还具有Link-16双模打击资料链 打击载具可以发射后不理 中途载油预警机或其他载机 重新设定目标坐标 由于没有配备动力系统 JESO在高空投射时射程较远 低空投射的最大射程是22公里 高空则有116公里 如果在4万英尺就是1.2万米高度投射的话 最大飞行距离可达130公里 AGM-154还有一款使用小型喷气发动机增加射程的JESO-12版本 类似于巡航导弹 射程最大可以增加到560公里 AGM-154发展出不同的弹种 其中AGM-154A是基本型号 配备组合式急速弹头 配有145颗BLU-97B型综合威力子弹药 每颗重1.54公斤 可以用于攻击地面固定的软性目标 如停放的战机 卡车 装甲车辆 地对空导弹 载具等等 还可以配备一个500磅重的BLU-108反装甲型弹头 另外一种发展型号被称为AGM-154A1 使用了BLU-111单一弹头 增强了爆炸破片效果 AGM-154C型原来是专门针对美国海军研发的 配备一枚BAE系统公司的500磅爆炸破片穿透多级弹头系统 可以同时或依序引爆 能够有效攻击经过强化的堡垒掩体等战术目标 在AGM-154C的基础上 雷神公司又发展出了AGM-154C1型 采用双向数据链 即时更新目标坐标 能够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 或者是搭配反辐射导引头 可以用于攻击敌人的防空系统 美军的大部分战机都能够使用AGM-154 我想美国援助的AGM-154应该主要配备给乌克兰的F-16使用 当然美军能援助AGM-154的哪些型号 能援助多少还都是未知数 乌克兰加速国产华洋炸弹的研发和生产可能会更加给力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请继续关注马克时工 我们下期再见